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 我怎麼才知道我可以拿到多少按揭呢? 為什麼申請按揭要找專業房屋按揭顧問呢? 跟銀行有什麼分別呢? 申請房屋按揭需要符合什麼條件呢? 我第一次買房屋是不是有很多特別優惠呢? 這麼多樓房買賣的問題 就要聽實一clickradio 每個星期二播出的樓房按揭101 我何傑文和嘉賓主持Alan宋一良 會替大家解答不同的樓房按揭問題 千萬不要錯過了 www.1clicksoeasy.com 一clickradio 只要一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 每個星期一班時事評論主持 都會在華山論劍碰面 他們各個純槍斜劍 論盡堅下正事 華山論劍 節目主持陳華紅 嘉賓主持李仁 各位聽眾大家好 又是華山論劍獸 我是陳華紅 大家好我是李仁 是的 今天只有我和Vitcher兩個在這裏 不過不要緊要我們都繼續討論關心的時事新聞 兩個都可以人強馬撞的 沒錯沒錯 我們今天第一個想和大家討論的題目 就是剛剛這個禮拜 應該是 B.C.和亞省的省長兩個都在溫哥華 開了個會 會後有個結論 結論是什麼呢 就是他們會達成一個 一個輸油管 橫跨亞省去到B.C.去出口的原油 安排的框架協議 這個協議 這個協議就是 亞省同意 將B.C.省省長簡慰之 在今年年初所提出的五點方案 這五點方案就是 一定要建設輸油管 就要通過環境評估 還有應變海洋漏油事故的時候 有一些乾牌 還有預防在陸地上漏油事故的安排 要解決原住民的憂慮 還有保障B.C.利益 這五點方案裏 要有共識 才可以同意亞省建一條油管 然後亞省去到B.C.的海岸線 然後將亞省運來的原油 運到亞洲地區 作為出口的生意 這次的框架協議 比較驚奇 為什麽會驚奇 就是原來在星期一當日 原本是 對不起 剛才說的是星期二才公佈 星期一當時就說 大家兩個省長的會面 可能要拉倒 因為達不到一些協議性 這個星期二公佈出來 就是沒問題 雙方都同意達成了共識 那時候 好似最後一刻 大家都同意這個方案 就是這五點的共識 可以達成了 而令到這個輸油管的計劃 日後如果有需要的話 就是B.C.都會支持 那其實整個事件 是涉及一個比較 有兩條的輸油管 在草意中的 就是正在徵詢 市公眾意見 以及等候聯邦政府審批的 第1條是北方門戶 我們叫做North Gateway的 一個輸油管計劃 提出的公司叫做 Ambridge 就是加拿大很大的 輸油服務的供應商 他们提出了在亚省在输油馆 来到BC省北部的一个港口叫KITMAT 然后在这个港口再建一些设施 把这些棍子的原油帮到混油轮 这些混油轮可以送到亚省给亚洲的客户去使用 当然是收取费用的 另外一个就是现在我们现有的Kindamorgan的输油馆 Kindamorgan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 因为它的输油馆在地下已经有了几十年 经过Bernabee在Bernabee有一个港口温上温油船运走 而前几年前这个混油管曾经因为有些路面工程 就刮穿了一条输油管道 令到大家都可能印象猶身 看到Bernabee有些屋喷得是黑色的 是黑油事件 漏了一些少量的原油出来 现在Kindamorgan就提议将那条输油管道在同一个位置 将它抗建 抗建才是挖出来 换了一些粗一些油管 将它混油量加大 这个建议也是在审议中 这两条输油管都会最受到 今次亚省和BC省政府两个省长达成共识的方案去影响 因为联邦政府讲到明了 因为起油管老实说 跨省的油管是不跟省政府似的 在审批权度是由联邦政府负责审批的 联邦政府批准 省政府是没权说说了 但是联邦政府也讲到明 如果要审批 所以一定要得到当地省份的一些支持 意见上是接受先 不要强行将一些当地省民是不赞成的建议 联邦政府是强行通过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次我刚才说 这个亚省和BC省省长的会面 如何达成成果是这么重要的 就是因为如果BC省在过去这两个油管计划 一直公开之后 公布之后 都有很多的省民意见都是反对 而BC省的省长简卫之 除了刚才所说的五点建议 就是五点的方案 有共识之外 或者要达到一些效果之后 然后才可以支持这个方案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刚才所说的 这个共识是这么重要的 Richard 你做法律界人士 因为为什么我刚才说这么多 都是我说的呢 因为我比较属于财经界的认识 比较多一点的资料 但你这样听下去 觉得今次的事件 是不是都挺特别呢 要可能补充加一件事 就是那个北方门户 Northgate 那个油管 那个计划也都包括了 有一个变相的做法 另外一个版本的 就是我们有一位David Black先生 他现时都还没放弃 他就说有一个 另外一个做法就是 仍然都是支持那个油管 在隔离省、阿省 来到我们BC省 Kittimat那里附近 但是呢 如果大家真是认真反对 这么没信心 关于说将这些 他那种 运出来的那种中文 叫做什么 笔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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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青放上去大邮轮 我们有这样的反对呢 一个折冲的办法呢 就是在Kittimat那里附近 弄一个链 笔青 将它变成 提煉的油厂 是的 轻质的原汽油 然后擠上大邮轮 让它有机会 可以拿到好些的价钱 卖给我们东南亚国家 包括中国 是没错 如果这两个省的共识 令到这件事呢 就 一天 如果当它是得到批准 这样的话呢 也可以 辱成这件好事的 是的 没错 因为这个就是 Derek Black 曾经 几次都出来说 说 这个是一个 他想做的 这个项目 而且刚才说 都真的不小的 都可以解决了一些 刚才我说到这个项目 好像这么好 提供这么多的出口生意 而为什么会 好像BC省民 因为我刚才说 BC省民对这件事 还有一些 所谓 有反对声音 反对声音 其实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环保人士 最主要是环保人士 就担心 你混油的过程里面 出现漏油事故 就污染了整个BC北岸 我们北部里面 所谓美丽的风景 所谓自然的保育区 这样 这个是环保最强烈的反对 另一个就是原住民 因为原住民觉得 他们的权益受到侵害 所以他们也提出来反对 刚才我说过 BC省长简未知 所提出的五点方案里面 其中一个第四个 就是要关注原住民的忧虑 那我们暂时不讲 先讲环保 刚才Richard刚才说 David Beck提出的建议里面 其中一个背景就是 环保人士的忧虑 就是说那些原油 如果你在预运油管那里 我当你不留油 很安全地送到码头 那码头里面 就是运车上运油船 那些重质的原油 就是力清油 是比较重质的 未经提煉 还有如果在海洋上漏出来 就是由海洋上漏出来的话 所以对环保的损害是相当大的 就是根据这些环保人士的说法 那又补充 我的理解他们说 就是因为实实际际 溺清在海洋那里飘湿 这个是未发生过 是的 所以就是说 因为未发生过 就理论上 你只能够可以看到 就是环保人士 有专家说 就是说能够保获 保得切的 就只是乘数 就好像譬如说 一成、两成、三成是属于少的 但是实际上 实际上 提煉了的石油 如果在海那里飘湿 就真正发生过 我的理解 亦专家支持 就是说 能够 补充 收回的 是多过 理论上 力清能够收回的 是 因为重质量的问题 就是一个未知数 但是 陈黄雄 你两次提过 就是说 第一次 你似乎 就是说 很多省民反对 其实我可以这么说 刚才说很多省民反对 就是 我应该这么说 有反对的 其实我刚才看过一个报调查 但是这个调查就是一些 就是 刚才我所说的 有间公司叫做 Ambridge 建议 兴建 Lofgate 的项目 多方门户输油管计划 委托了一个顾问公司 做一个问卷调查 根据那个问卷调查 结果 应该是 52% 50% 的省民 受访者 即是受访的 BC省民 是有侧疑类的 对这个项目 会不会造成一个 环境的污染 而 40% 是觉得 没有所谓的 我不知道 但是 那个调查的背景 那个受访人数 大概只有500多人 当然 因为这个调查公司 我当 假设 它是一个科学化的 抽氧问卷调查方式 我不敢肯定 因为我没有看过 我只是看那个新闻的稿 我只是这么说 如果即使是这样的话 我都觉得那个 所以那个 受访人数的数量 是比较少 但是 会不会 我这样看呢 Philly 有疑虑 很正常 应该 我很诧异得 五成二 有疑虑 我当它是很偏激的 帮了Aimbridge 他自己用钱请的 根本上是不可信 我仍然觉得很差异 只有五成二 因为你想想 我们大家都知道 你有任何的民调 就要看谁给钱买这个民调 他用的字眼是什么 如果你有没有疑虑 有疑虑就不代表反对 你同不同意 逻辑上 我同意 一定是有疑虑的 我觉得 反而你看到 刚刚过了几个月的省选 大家就看到了 无论你是支持A党 B党 C党 这个不要紧 放在一边 似乎可以看到 自由党 摆出来的立场 就是说 有这五个条件 达不到这五个条件 就是no 表面上 如果大家不客观看一件事 似乎他站在一个平衡得到 经济发展的对手就是 保持环保 如果有一个平衡 有相当的保障 就是平衡 有相当高标准的保障 就是平衡 其中就是相当高标准 陆地保障 海上的保障 等等 新民主党 大家客观看 他的立场是怎样 以迪德安本身的说 就是说 我不需要再等调查的结果 我是百分百反对 北方门户的油管 因为没有可能 和他的环保达到 我们应该要求的标准 是不可能的了 其实 很多人都觉得 如果这样说 就是说 你已经站在一个位置 不再去 争取平衡 我又结论了 那到底哪个党赢呢 但当然可以看到 新民主党这样做 也有他的难言之忍 原因是因为他的票 他怕失去给绿党 那他就要站位 因为绿党肯定站位 就是说 不用说了 不用再研究了 一于就是反对 那他要欠那些票 所以这个难处就是这样 有时政治就是逼你的 应该就是这样的 你要表态的 政治家 但是 但是 我要争取平衡 亦都是表态 又要公道些 你这样不是表态吗 我都贊成 那就是了 是啊 但是两个都是表态 但是似乎 所以你刚才说这个问题 差不多时间 我们稍后再回来 再讨论这个问题 先撕下车一会 一个百分之百关于汽车的节目 两位汽车达人中的达人 我是车评人Regina 陳伟心 我是车书频道主持人 Tot Ho 车书频道 每个星期日 Regina和Tot都会在车书频道里面 轮盡车谈 无车不欢 男人记得要听 不女人 就更加要听 车书频道是由加拿大唯一内容主导中文汽车杂志 车书杂志AutoNav赞助播出 《华山论见》 好 回到《华山论见》的第二节 刚才我们在讨论中 刚刚讲到一节尾的时候 省、自由党和新民主书 在这个问题上 在今年省选的时候 表态 省、自由党的态度 就是说 你要换足这五个点 要做到的五个要求 然后呢 我就支持 或者说我不反对 这个是自由党 这个是自由党 新民主党的表态就是很清楚 就是说 无论你怎么说也好 你都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环保 我们生活中的环保要求 所以一定是反对的 不用谈了 这个就是北方闻户 就是这个北方闻户的输入管计划 其实今次没有提 今次省长减为之 所以为什么他要这样说 他维持了省选的承诺呢 是因为亚省呢 虽然没有答应 就这五点 是有确实的任何要求 他就是说 亚省也都会同意 这五点是很重要的 可以一起在未来发展 不止很重要 还要是达标 这五点都要达标 就是同意了简为之 下这五个条件 他说我都接受这五个条件 一定要达到 否则也不能走 是的 这样的时候 但是他没有说到 大家都没有说到 怎样去达到 所以就是框框 所以就是框框 还没说肉 还没说内容 这个贴易公布之后 那些环保人士就说 你们两个没有说到 怎样去达到 即是这五点 只是说 你们都同意这五点很重要 去达到 那所以呢 所以为什么 那些环保人士继续有些声音 即是说 大家都没有实际的做到 我又觉得这样 我们又客观点看那样东西 我相信你未必是这个意思 但是你说到现在所说 言下之意 有些人会觉得 或者会觉得你是说 那简可知 其实得到什么 什么这么厉害 跟隔离的省 赢取了隔离的省长 认同的框框 代表什么呢 但是 如果我当有人这样说 你或是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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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用这个 我觉得 那他的确是 赢取了 另外一个省长 隔离的省长 这件事的主角之一 或者是主角 的认同 这个就是赢取了隔离省的让步 那还不值得赞他 我会这样想 我刚才问 我刚才一直在说的 那个意向 好像你不觉得我 很清楚 表达到的 我的态度 就是 我很赞成 用一个平衡的态度 去处理一个问题 我自己是不赞成 单纯 就是说 环保至上 或者某一个 某一个条件 一定是 绝对不可以 神圣不可侵犯的 我自己是觉得 就是环保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方向 但是中间有很多 步骤呢 是需要去 就是小心 做 因为呢 我们基本上 人呢 在大自然呢 是破坏大自然的 这个我自己 我不可以 就是我觉得 一定是 没人会说不是的 没人说不是的 那 怎样可以说平衡 最重要 由始终 你不可以单单 是为了 说我们 保护一个 绿色的森林 不去发展 就不要忘记了 在绿色的森林里面 很多人呢 其实是 可能是很需要 去经济发展 去提升自己的 生活质数的 另外一个角度呢 或者大家 更加 可以体会呢 就是说 不可以要求 一样东西 除非是 一些险都没有 这个是不实际的嘛 我们 早上起床出街 就有险的啦 怎能够要求 任何人给到 什么险都没有的 你就走吧 那就不用走 而且 今次呢 我最特别的 印象我感到 就是说 那些人不是 没有危险 就是说 有危险 他知道 但要有人承担 一定不可以 B.C.省民承担 政治上很对 B.C.省民 是零风险的 对我们来说 就是 无论 在哪里发生 都有人去 清理了 就和原本 百分之一百一样 这是第二步 第一步呢 就是说 那个险 你们的防范 那个危险的发生 那个标准 一定要相当高 嗯 就是说 减低了那些发生的机会 要求相当高 嗯 然后呢 如果 万一 你怎么做 都是发生的 你一定要 要 弥补我们的损失 是的 要回复原状 就是要达到 回复原状呢 我相信 如果任何一个政客 又说要回复原状 那不可能 因为大家真的觉得 有机会能够回复原状 你扔钱下去都不行啦 是啊 有些事情不好 没有人会要求这件事的 除非那个政客是滑口政客 嗯 我自己 所以我自己 经常都 看完这件事 我贊成 我们说法呢 就是减卫之 在今次 这个 就是两个省长的会谈里面呢 是拿到一些 就是 是 对BC省有利的 但是呢 减卫之也都让了一步 你看到他让了一步 什么呢 他让了一步呢 就是说 他明确指出 我这五个条件 绝 我 我的用意 由头到尾 绝对是 是不会侵犯到 在地下拿出来的东西 在A省拿出来的东西 就是属于A省的 我一定不是要分一杯羹 我绝对从来都不是这个意思 他清楚同意了这个东西了 是啊 但是我觉得 我印象中 他在正式提出这五点方案的时候 都跟着的表态呢 都已经 就是 澄清了 用这个立场是一样的 没有 我的理解呢 当时他一这样说之后 马上有传媒的人 就追问 就是说 你要求 BC省也要有 他的经济回报 是 那部分是否要在隔离省 的royalty 所谓地下拿出来的东西 得到的专利利益 你是不是要分一杯羹 他说 他没有说 绝对不在那里分 他只是说 有很多个办法的 我不管哪条路走出来 我要得到合理的经济回报 因为我们的险大了 直到几日前 他两方面有一个 对方有一个让步 我们也同时有一个让步 不是全贏的 那协商里面 没人全贏的 一边全贏的 那种所谓协商 就是最坏的协商 因为到头来 对方不会遵守的 对 只不过是达成一个更加坏的 增压 的腹骨 可以这么说 腹线 我自己会觉得 所以我怎么会留意 这个协议公布了之后 那些所谓的一些报纸 尤其是主流传媒的那些报导 好像刚才我想说 一开始引述的一些 所谓环保人四星 就是来自那些报导 那些报导 那我自己特意拿出来说 所以怎么会令到 Richard 你觉得我好像在说 环保人士那边的论点 我不是觉得你这么说 我只是说 有空间你可能是这么说 是的 那我想 其实呢 我也是想说 希望呢 将陈坚 因为现在我们今天 没有其他所谓 这方面的专家 在发表他的论点 我就将他的论点 全部都讲出来 我自己已经讲了我的论点 所以刚才我讲了我的点 就是说 是要平衡的 就是经济和在环保中间 而今次省就党政府的做法呢 亦都是可以在争取 因为他的站的角度 也是由省民的角度来看 因为为本省带来 是不是最大的效益呢 就是风险平衡了之后 就是平衡风险和危险 和回报之后 就是等于你买股票而已 你一定是平衡了风险和回报 你可能会有机会输的 但是你的回报是大的 那你才能够值得去投资 而今次省维之所做的事情 就是说 在平衡了两点之后 他觉得 其实风险是一定有的 但是回报也是 虽然他今次明确表示 说不会在亚省的特拒 特拒权费用那里收取 就是去分分一杯羹 但是他也是说 会在和那些石油公司 就是提炼这些历清的石油公司那里 去争取利益 而曾经也有说法 就是说管道送来之后 可以断每一个单位的产品 经过管道 这个是白纸黑字的数目 去分一个所谓管道 什么费用都好 什么名目都好 这个是石油公司自己决定的商业考虑 就是我加了成本之后 我是不是可以在卖的时候贵一点 去提高我的利润 这个是在商延商 是不需要正义阿生生的 这个不关我们的事 就是他们的商业的考虑 最主要是我们是得益 而BC省也是这样 我们是得益的 我觉得非常之合理 当然还有很多东西 比如说工程的开展方面 因为有一大段的工程 都在BC省进行 BC省里面也有很多人受惠 有职位的创造 那职位创造就是工人的 也都会有一些 所谓整个社区都会有个受惠 这些是很清楚的 我觉得整件事我不觉得 就是说 当然我们考虑风险 减少风险发生的机会 各样措施都要做到足 但是 不可以为首为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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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你刚才说 似乎大家都赢了一仗 亚省和我们 但是呢 另外一个角度看 其实真的有没有赢呢 至少呢 两个政客都有一个下台的台阶 怎样呢 换另一个比喻 比喻是没有百分百的 嗯 其实 譬如 你有时去和人家 土价还价买一样东西 无论是汽车或者屋 那么呢 其实银钱的那个 只有一个人的 这件事呢 银钱的那个呢 就是那个 使钱 投资 在地下挖它出来 送去哪里 然后卖给哪里 就是那间 贸易机构 就是商业机构 是的 只有一个而已 嗯 如果它 知道 BC省 是要给它一些 嗯 嗯 如果只是奥比特省 已经有海边 那就不需要了 嗯 那它又知道 肯定要给 你说那种 Royalty 特别的收入 要给 在它的地下挖出来的 是的 但其实它只有一个 银包 是的 只有一个口袋 里面有钱 是的 到头来 它 它给多些 给少些 但是 当然其中一个办法 是 你收少些 阿省 把我又贴些 然后就够好处 给BC省 那就一气呵成 大家有资料 嗯 阿省的省兆 没有那么笨 收少了些 然后就和省民说 我收少了些 它可以说 那个市价 那个 种种的条件 我们这个 已经是最好的价 不是因为分了 对BC省 那你怎么分呢 不可能分到黑与白 整个都是灰色地带 是的 但是始终 三个单位 阿省 BC省 和这个商人 都是这样看的了 大家 有口好吃 就好过没有人 有口好吃 是的 没错 我同意你的说法 其实我也是 你刚才说 那个特区权费 是不会少到 其实是 在账面上 其实是不存在少不少的问题 因为呢 只要 不是在 那个 账目下面 撥一笔钱给BC 那理论上 阿省是觉得自己 事实上也是 他不会觉得 不应该觉得自己是损失了的 阿省的省兆说 你千古都累到我 三年后四年后 我选不了就可以了 你不要令到 我那些省民说 我已经将他们的利益 给了出来 给隔离省 那我就下次有机会 选不了了 你不要搞这些事情 但是运作上 就是 公司的企业本身 因为这些特区权 其实是 中一个竞投方式 那大家计算 原来 后面那一遍 要跌得钱的 那我这个要投的钱 不是着量 等于你买个新车 你拿个旧车来 我承认 其实我总是计算 到头来 我卖了这辆新车给你 给少少钱 买回你的旧车 我进袋多少 我将这个钱 两边搬 对我没有分别 我当便宜些 新车卖给你 让你舒服点 但我又便宜些 要你给一辆旧车给我 那我又舒服点 到头来 我日袋没有变 那你喜欢我走左 我就走左 你喜欢我走右 我就走右 对 数号就是这样计算的 差不多时间 我们今天的题目 就要讨论到这里 我稍后回来 转头讲第二个题目 你现在听的是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天地有正气 习宴不留言 下载为何恶 上载为日星 与人 喂喂喂 你干嘛响响背正气歌 就1clickradio咯 我都知道他们很正气 但都不用背正气歌 不是哦 那节目标写着 天地有正气 哎呀 此气不同脾气 你应该读成 天地有正气 每个星期四 肥龙出门 为你介绍新戏 《环冠北美票房》 还会在电影大百科环节 论古今中外 一些对人生有影响力的 新旧电影 咦 更翌日 看电影之前 就一定要听到 天地有正气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 就是这么简单 soeasy 每个星期 一班时事评论主持 都会在《华山论》见碰面 他们个个神窗涉验 论盡坚下正事 《华山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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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是来自GPS的开发商 GPS就是全球定位 最中定位系统 其中一个开发商 叫做TomTom 你可有用过TomTom的产品 我不知道它叫TomTom 但我肯定享受过GPS的好处 因为它是其中一个GPS的开发商 还有其他 这个TomTom 就是欧洲公司 是荷兰 为基地的公司 在欧洲来说 它的GPS的销售都蛮好的 美国也不少 因为我前几年都买过一个 我不是我买 是我朋友买过 都蛮好用的 TomTom 在中国也有人买的 全球都蛮好暢销 但这几年大家都知道 订存GPS大家都花样百出 很多大家都有新的想法 未必用到GPS 但这个不要说回那个 讲回这家TomTom 是出了一个报告 根据用去GPS的用户 数据的分析 他得出了一个排名榜 就是说 哪个城市是比较塞车 用的计算方法就是 用一个好早上 例如早上6点钟 有一个用GPS的 例如温哥华 举例 在温哥华 可能是走到 由Richmond 去到温哥华 下班上班的人 用了多少时间呢 他早上6点钟统计过 这个人用GPS 下午可能是黄昏时间 最繁忙时间又走一条路 他又统计过 比较 就是说做一个百分比 用在繁忙时间行车的时间 比在非繁忙时间行车的时间 是耐了多少 去做一个百分比 举例 如果非繁忙时间用了10分钟 繁忙时间用了20分钟 那你呢 在百分比里面 就是叫做 100% 加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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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百分比越高 就代表城市越塞尺 当然不是一条路 他说是用几条 主要的干线 或者非主要干线 大部分的干线 有一个比例 用了几条 多少公里长的公路 去做一个比较 他计算到北美 到了61个城市去统计 那60个城市里面 我们温哥说就排第一了 刚才我说到今年 即是今季 他应该是每季做的 他用了第二季 是用6月 苗目的记录是6月21日 那天 所谓道路使用时间 去做一个比较 就是全北美 在那天6月21日 在早上飞旁忙时间 一辆车走了多久 下周飞旁忙时间走了多久 然后做一个比较 那么宾哥华的时间 这个百分比就是36% 即是飞旁忙时间 比非飞旁忙时间 是用多了36% 这个是平均数 就是这么多道路 去做一个比较平均 刚刚高过洛杉矶1% 就是洛杉矶3% 拿了洛杉矶1% 死了在他手上 死了 你说这个好消息的话 怎么说呢 一般都是觉得坏消息 是的 刚才我也做了一个简单介绍 其实 你觉得这个统计 合不合适呢 这个呢 我马上有一个感受 就是说 吃得咸鱼 就抵得渴 那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 我相信大家都听过这个论调的了 就是说 1970年初期 当时的温哥华市政府呢 很多人都认为 他做了一个很明智的选择 很环保的选择 为什么呢 就是说 由现在开始 市政府的决定 就是说 不再容许一串的highway 是撒入我们温哥华市的 是啊 我不知道啊 因为我都暂时未到 温哥华市 所以呢 就引出 就是说 所谓人又有 全加拿大 由东至西 都有那个所谓 number one highway 是 所谓叫做 横过加拿大 trans canada highway 是啊 在我们这里呢 就只有一个入口 而那个入口呢 使得进来温哥华 是零的 它到boundary 就不让它进入了 是啊 我记得是 要它撇到其他地方了 撇到一个摩尼拉坚 是 很多人引以自豪的 就是我们是最环保的城市 温哥华 因为我们不容许highway 杀入我们的城市 又是环保啊 环保呢 因为少了车经过 哦 车就排气了 哦 所以我就说 吃得咸鱼抵得渴 就是说 你有这样的建树 很多人认为你有这样的建树 你认为你有这样的建树 但是 反过来 你用这样的方程式去计刺塞 你就会 蒸蒸日上的了 哈哈哈哈 其实我说少了 一样东西 刚才我们说的 温哥华 在排名排第一 其实他说的温哥华 就不只是说我们现在的地域的温哥华 就是温哥华东和温哥华西 祖城的温哥华 是他叫温哥华都会区 就是Metro Vancouver 包括了列治民 包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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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它的盐盖面是阔一点的 不过 刚才你说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因为 在温哥华市 我们自己的温哥华市 的定义 就是比较上来说 都算是没有机会 就是用Vray 所以 如果他不开Vray的话 自然那个塞车 就是有红绿灯 或者等等 都会有塞车的机会 不过这个设计上 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缺点是什么呢 有个分析员就这么说 他说 举例 如果我的城市是小一点的 不是说 因为洛杉矶相对于温哥华来说 它的城市的幅源是比较大 就算和大温比较 都可能比较大 绝对可以 如果你是由东向西走的话 如果有一些路 走正常 就是非防范时间 可能走四十分钟 也绝对不出奇的 就是从洛杉矶来说 一个小时也不出奇 如果塞车时间是四十分钟 塞车是一个半钟 那百分比就变了五十分钟 但如果温哥华 我们路面的幅源比较细 比较细 可能由东向西走 可能是四十分钟 但只要多了 譬如我们塞车多一点 就是三十分钟 那么七十分钟 那百分比呢 就不同了 差不多75%了 因为主要是城市的幅源是大的 塞车的 实际是塞车次数 可能塞车是塞久一点的 但在百分比上面 在这个计算方法里面 它的百分比是低一点的 那这个是其中一个角度 它这个方程式这样计算 又很有公道的 原因是为什么呢 通常人就是一个心理的动物 如果你问它 那里塞不塞车 那它用什么尺度去量度呢 通常它就是说 如果我是不塞车的时段 比如下午两点 我去驾驶就大约多少 但是到了樽颈时候 譬如下午三倍了 那它的感受就是 我明明 只要不是早上上班 和晚内黑下午三个字就走了 现在要我一个小时 我就觉得很辛苦 很辛苦就不是因为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也是原因 但是因为四倍了的时间 我就觉得很难接受 即是说 不患寡而患不君 不患寡而患不君 你用这个诚语去比较 这个诚语去推荐 你看呀 就有点不太 我觉得有点不太 有点不太相确 我还以为是抛书包 但是我觉得你说的说法是对的 谢谢 如果这个设计方法 设计的做法 就令到人心里 是觉得抛书的感觉 是反映出来 是的 最主要反映到那个 就是勉强过关 是的 非常之好 我会想过 我都想到你刚才的问题 就是说 抛不抛书 其实不是说你塞30分钟 或者塞40分钟 就是感觉上 是比平时塞多了多少 是的 所以我设计人 都是用这个想法去处理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 但我同意听到那个 我说 我们斌高华 老实说 这几年人口就多了 你看到Sherry 那些人搬有多少 那时候呢 塞车问题 是必然随之而发生的 那是不是 就是说 恶化得那么紧要呢 我的感觉就是说 如果你在繁忙时间 是使用路面的话 一定会感到那个 那个困扰 就是塞车的困扰 很严重 但是 也是代表了 我们踏入一个 可以城市化 我不可以这么说 80年代不是城市 但是是一个 農業型的 或者是一个 香蕉式的城市 在温哥华来说 我90年代来到这里 静居的时候 觉得这里 很有一个 乡镇的感觉 就是一个很平和 很人烟 不是那么绸密 就是和我们香港回来 的时候 相当之温和 当时是什么年代 90年代初 90年代初 但是 现在过了一段时间 但回来 大家都感觉到 我们温哥华 是真的 步入一个少少 一个都市的感觉 就是一个很 我觉得塞车 就是一个都市的产物 副产品之一 就是香港 塞车 就是黄昏时间 台湾 泰国 不用说了 你说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 很容易 那没有人住 就不塞车 一句说完 我不会觉得 所以我刚才说 塞车城市 是不是一个 正面或者负面呢 我觉得 很多人都觉得是负面 但我又觉得 不可以单单 用一个 就是感觉 去评估了 整件事 就是你会不开心 但是 塞车 或者拿到 这个最塞车城市的名下 感觉上 不太良好 但是某程度上来说 我们都要接受 这个是我们 这个温哥华 发展之后的 一个 必然的负产品 那我自己会觉得 可以解决的 其实也有很多方法 但是我想 稍后我们可能再讨论 欢迎各下来临10号茶餐厅 你好 请问想点什么菜呢 我们今天的special是 欣勤的适应服务 在这里 找不到 哇 这里装修好漂亮 座位又坐得舒服 一流的餐房环境 在这里 都找不到 哇 焗豬扒饭 肉醬意粉 封砂鸡翅 正 色香味俱全的美食 在这里更加找不到 什么都没有 这间什么茶餐厅来的 是10号茶餐厅 小姐 那这里究竟有些什么 问得好 这里有两位大厨 就是我肥龙 还有我阿神 每个星期 我们都会紧贴天下大局 搜罗世界各地的催民日市 还有最新潮流催世 科技新知 还有很多生活实用贴士 总之信息一罗罗 保证你满了而归 这么正的茶餐厅 在哪里 只要每个星期三 上网到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就可以收听到 新在家国 心系香港 和 튀辞言 第一次展示 该对华山诺健的最后节 室内的问题 川普交通 建中发展后的一个副产品 Richard 你觉得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呢? 这个一定是 但是令到我反而关心 和希望看到有进步的 就是 其实要搞定塞车 其中一个必要的条件 就一定要有一个有效率 令到搭理的人觉得有一个方便的公共交通 是的 我觉得是可以解决的 这个我觉得是很失望的 由86年开始 我们第一次开始有所谓地铁 到现在我觉得 和有地铁的城市多伦多满地河 我们加拿大就 因为我的理解Kilkari和Edmonton都未选 因为他们是地面的所谓light rapid transit 当然是美国 当然是香港、台湾、中国 我们是未看到效率 我刚才说有改善的就是这个问题 在我们温哥华开始 刚才说经济发展 由一个乡郊城市式的规划 变成一个都市的规划的时候 我们缺乏了在交通运输方面 一个很强的触觉 或者感觉 去做一个改善 令到现在 某程度上有些限制 刚才说的70年代 温哥华市政府定了规矩 还有其后我觉得 在发展这个集体运输系统方面 是绑手绑脚的一个感觉 这个感觉 或者是这个发展 是相当之令到 刚才你说的 那个我们可以值得信赖 的集体运输系统是没有出现过 一个不可以信赖的集体运输系统 已经出现了 令到这个塞车问题 是没有办法可以迅速有效地解决 是那个关键来的 我之前跟我和Chartner 那时候也讨论过 他对这个确实 不过大家说 Chartner这段时间都太忙了 还未能抽空大家来聊天 他也希望 以后会有时间跟大家聊天 但是他那时候就研究过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各位听众来听过一集 他也讨论过 Translink的报告 他讨论过很多时候 他讨论过 中间有很多 应该可以改善效率的空间 但是Translink到现在还未能够做到 我会觉得这个真的是 省政府 难辞极构 另外一个角度 不知道你有没有认同 Filly 就是说 要搞好一个有效率的公共交通设施 其中一个 又是必须的条件 就是主办单位 要有一个 救狠 够胆大刀阔斧 一做出来 就不要 譬如这些是七年才建好 开始通车的嘛 你不要通车那天就已经 你预认了那个量已经被超越 你一定要 扔银下去 然后呢 做到 开张的时候呢 还有 七年时间 十五年时间 未饱和的 是啊 是啊 是的 还有呢 一定要打本 就是呢 你那个公共交通的设施 一定要去到那些 人口 囚物 出入多人口 比如大学 比如大运动场所 嗯 嗯 怎么怎么怎么 但是我们看到呢 就是两间大学 肯定有那么多人可以坐你了 没有 没有一条去到的 是啊 是不是 经常要搏巴士 是啊 但是呢 我本身 享受过 多伦多 这个 七零 年代 他的 所谓地铁 接驳巴士 人家做到很完美的 满地河大学 我在80年中 年代 享受过 当时我住在满地河大学 是啊 当时是读法文 嗯 这样呢 就没有车 但是呢 因为他的地铁已经是相当好 加上他的接驳巴士 就永远不需要你 等多个十五分钟的 哇 那你 我们到今天 我们完全做不到 那我整天拗头就说 难道80年中 满地河的人口 会比我们今天的大温哥华 我不相信 难道70年头 多伦多的人口 会比我们今天的大温哥华 我不相信 其实呢 刚才你说得很对 作为一个集体运输 工具那个 策划 不可以太短视 对 不可以太过 轻忽 就是说 现在没有啊 这样 这个需求 需求有些 某程度上 是创造的 我想我从香港而来的移民都知道了 八七十年代 当港英政府那时候要建地铁的时候 哇 很多声音 很多意见 都觉得 需不需要啊 就是那时候的 港英政府的官员 尤其是 有些 以此后做了殖民地 就是所谓港督 的 保证司级的官员 司级官员 他们看到 就是 人口是不断发展的 你不配合 预早筹核一个这样的 运输系统 你单是靠当时所谓的 所谓的巴士 作为一个公共交通工具的话 或者是小巴 和专线小巴做辅助的话 加上的士的话 只会令到 你想想现在香港没有地铁 有一天 地铁不用 那几百万人 就是 搭开地铁那二百多万人 在路上怎样找家庭工具 能够接受吗 没可能了 你就已经想定得到了 当然我不敢说 他们百万一百确定 当时 七十年代香港的人口 和八十九十年代 的人口比较 他们有这样的远程 但是 很清楚港英政府的官员 是知道 二十年的规划 是不可以没有一条 铁路 或者是地下铁路 去连接一些 主要关键的位置 还有 令到一些人口 密集的地区 例如官堂 可能 雪梳散到 蓝田 例如去到九龙湾 大家都知道 九龙湾地铁站 那个位 现在叫德福 原本是完全没有 公屋村 没有私人发展的 物业 甚至去柴湾 小西湾 原本是没有人居住的 柴湾是有的 但是不多人 但是 小西湾是完全有一个 无人居 直小人口稀疏的地方 比如现在 大家都知道的 杏花村 整个人口 拔杂到 就是为什么 他们会 设计在那里 建一 洞的住宅 去吸纳那些人 就是人 那你就可以产生 一个需求 人口 对地铁的需求 是你创造那些 踏下出来的 但是我想 当然我不说 温哥华在这方面 但我相信 在这方面的想法 思路 或者限制 我不知道他们有多少限制 但是他们在这方面的规格 暂时我看不到 其中一个限制 和你 刚才所说 香港 七几年代的政府 就是 当时七几年代的香港政府 就不需要 那些官员 作决定的那些官员 就不需要靠人民投票 才选到出来 对 因为他们的工作 是没有危险的 是的 但是 自由 民主政制 就当然有他的瑕疵 其中一个 就是说 政客 丢不掉 是担心瑕疵 算不算到的 民意沸腾之下 就什么围眼 什么都看得到 都放在一旁 保住自己的位置 在那几年 我自己都生了 那时候 那个 起地铁那段时间 那种 路面堵塞的情况 因为你是整条路 地敦道 现在的地敦道 你看到这么宽阔 那时候有一半是 封了来做 建筑地盘 什么都要付出代价 我觉得 所以 如果你解释清楚 其实我又不觉得 一般省民 或者大湾地区的居民 是会 不想 自己 的未来 比如申起一个桥梁 我们邻哥话 都很热门的话题 是的 是提议说 要收 部分的 用桥的费用 用桥的费用 这件事 我始终到今天 我都不是 太明白 就是说 马上就有很多反对的声音 但是 你又想有那条桥 来到 疏通 你的交通 我当你是没有其他的忧虑 有这条桥是好事的 那你又绝对不付出代价 我们 全部是立税人的钱 政府不懂得生钱 我的理解 是的 是的 我刚才来时 都在想的问题 就是 政府每用的一分钱 就是一文钱 都是纳税人给的 都是人民的血寒钱 是的 但是 当然 如果你说 是你现在的人 你现在 这批血寒人工人 还是你未来的子子孙孙 因为可以借钱 然后就要你的子孙孙 因为加上利息 但是我觉得 政府是 其实是我们 选出来的 或者我们 要选择一些人 去管理 我们这个社会 如果能够 在这个 交通税室是一个其中一个议题 但是 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如果能够会有一个好一点的政府去做一个管理 规划 我相信 这个北美最济塞的城市 可以 降级的 我相信 但是 你说 Translink 就真的很多东西 令我们 弄了头 我的理解 却之那么多年的吹谷 那么多年的不满 却之他就在 地铁那里 就说要 弄一些所谓 Turn style 是的 就是要 给钱 拿条票 咳咳咳 给你过去的 是的 不是这样 傲傲而 没买票 走进去的 是的 但是 原来发觉后来 他有两个大站 其中一个是metrotown 他又说 不知道有什么原因 那两个大站 再等很多年才开始有这件事情 我又没有详细看 好像是有几个站 而那两个大站是大站 那就是说 又是不付出代价 那你做了那些小的 那代表做了什么呢 做了事 唉 所以我刚才说 很多时候我们都 觉得很可惜的事 如果能够 在这方面 就是我们 这个 Translink 或者是 省的运输部门 可以做多些事 希望改善到这个宿车 就最好了 时间差不多 我们到此为止 下个星期再和大家讨论这个题目 谢谢 拜拜 以上节目内容 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 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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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杯 酒逢知己千杯小 在派对与朋友开心对饮 的确是一件乐事 走啦 拜拜 但是走后驾驶 你不单止会破坏自己的前途 你还有可能会对无辜的人 以及他的家人造成无可挽救的伤害 尊重生命 为己为人 切勿走后驾驶 以上 是一clickradio 带给大家的讯息 www.oneclicksoeasy.com 一clickradio 只要一click 就是这么简单 So easy